日前直播主连千亿发出声明切割前连女郎 连千亿表示前连女郎以一个月12万的价格在外从事性交易 这也使自己受到波及 求一警察调查对象 连千亿也因此不得不与前连女郎做切割 连千亿更表示要对方发工开诚亲吻 所作所言跟连千亿公司无关 原本享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连续联系三天却遭到封锁 因此自己只好把事情搬上台面自清 不过对连千亿的指控 前连女郎也跳出来驳斥 自清12万元的汇款都是朋友汇进来要投资的 更贴出一张连千亿约过夜的对话截图 让前连女郎怒呛 只要你身边的助理不播就抹黑造谣 下一个不播又要黑谁 断章取义你够了没 人还对于连千女郎的指控 连千亿也开始播澄清 女郎是恶意造谣 表示对话截图根本是用P图的 两人隔空开战也引来外界热议